网上曾用人这样评价韩寒,韩寒在20岁之前,集身畅销书作家行列顶级的,在30岁之前成为职业赛车手顶级的,在40岁之前理论上可以称为票房数十亿的导演。 张爱玲说,出名要趁早,韩寒做到了。 韩寒是上海人,出生在屏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,父亲是一家内部小报的编辑,母亲是医生。 韩寒本是他父亲最得意的笔名,在韩寒出来乍到时,父亲把这个名字作为第一份礼物送给他。 刚出生的韩寒和帅完全不沾边,脑袋上小下大,像个尖,额头布满黑黑的绒毛,塌塌的鼻梁,他怕一度觉得抱错了孩子。 不过,丑小鸭在十个月大的时候,就能分辨父亲手中的字卡,虽然还不会说话,却能指出哪张是正确的。 爱好文学的父亲觉得孩子聪明,便开启对韩寒的文学启蒙教育。 在他读小学时,家里那本《前中书》的《围城》已经被韩寒翻烂了。 等到韩寒出二时,竟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先后写了十几篇文章,发表在《少年文艺》等刊物上。 丑小鸭,华丽变身,白天鹅。 韩寒有文学潜质,可是功课却不行,只有作文好,其他科目都不及格。 初中升高中,他以体育特长胜的身份,进入上海松江儿中。 高一开学不到一周,韩寒就被请了家长。 原因是,第一堂语文课,他和语文老师吵起来,老师让记笔记,他却说, 我上课从来不记,我的语文是全班最好的。 老师记得找家长,韩寒还不服气地说, 说我的语文是全班最好的那是谦虚,准确地说是全是最好的。 韩寒敢吹牛也真有本事,不仅给他报名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, 他用球衣和书店通过出赛,却没有接到副赛同志书。 他错过副赛,举办方在了解情况后,给韩寒补了一次机会, 单独的考场现场临时发挥的命题。 只见主考官将一张纸揉成一团,塞进一个有水的杯子后, 对着韩寒说了一句话,就这个题目,你写吧。 一个小时后,这张纸沉到杯底,他的作文浮出水面。 韩寒将纸比作人生,写出人本无瑕,投入水中, 便被社会这杯水索染,失去本色,融入其中。 他的才思敏捷,他的才华横溢,他的语言犀利, 成功博得评委的认可,以这篇杯中溃人夺得比赛的冠军。 没过多久,他期末考试七门不及格,惨遭流急, 经过慎重思考,叛逆了他不想读书了, 他说,学文学没必要上大学。 韩寒和父母谈判,没有办法,路就两条, 一条是继续学习,考试依然不及格, 被学校勒领退学。 另一条,主动提出休学,这样还有面子。 父母无奈,对方同意,在办理休学手续时, 老师问他,你以后靠什么来过日子? 他回答,我就靠稿费呀。 老师们都笑了。 没多久,韩寒的小说《三重门》成了畅销书, 销量达到两百万册。 接下来,韩寒一年一本, 零下一度,向少年阿飞驰都获得当年的销售冠军。 韩寒一举成名, 韩寒现象也随之而生, 他成了叛逆80后的代表人物。 他是同龄人的偶像, 却是家长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年。 18岁的韩寒在参加对话节目时, 面对群儒对他言语上的批判和质疑, 他的应答显示出和同龄人不同的沉稳。 十多年后,韩寒写博文回忆当年, 说这期对话节目差点做成对骂。 当时,有一位女观众说韩寒的生活积淀不如王硕身后, 韩寒反问他, 怎么会知道不如他身后? 他说,韩寒没有王硕年龄大。 韩寒反问观众多大, 得知是30岁后。 韩寒笑着说, 从你的话里听出来, 你的生活积淀似乎还没有我的后。 一期话, 引得台上台下大笑。 对这些质疑, 韩寒敢一去反驳。 他认为, 一个人的力量不来自于外部, 而来自于他自己。 经历了这场对战, 韩寒的名气更大了, 韩民们支持他, 崇拜他。 很多人觉得认识韩寒再早一点, 自己的人生回头现在完全不同。 韩寒并没有张狂, 沉稳做自己。 他不断提高自身的能量, 在博客出现时, 他成了最早一批玩自媒体的人。 那时的他觉得, 想让世界变得更好, 要靠杂文, 要靠勇气, 要靠争论。 他在博客上以戏虐又凝重的语言, 对公共事务进行者资量博千金的无谓发言, 说真话, 是公民韩寒敢一去做的。 好友徐静雷说, 韩寒是诚实, 韩寒说自己, 我只是不说谎。 当鲁又问他, 得了第一笔板税, 最想买的是什么? 韩寒说, 先买车, 成为赛车手。 当时, 有三个品牌的汽车进入韩寒的视线, 因为上海的出租车是桑塔纳, 这让他放弃这个牌子, 而选择富康。 他兴奋地开着新买来的车, 去北京进行改装, 到北京后, 他傻养了, 北京满大街跑的都是富康, 中秋还是没绕开出租车, 汽车改装好, 再往回开, 比来时的速度慢多了, 他给车子装了太多华尔布式的零件, 让车子变得很重。 敢于追逐梦想, 让他一次次去尝试更加完美的改装汽车, 也距离实现想当赛车手的梦想越来越近。 在大众眼中, 韩汉的书销量这么好, 应该乘胜追击, 努力出书, 而不是搞什么赛车。 如果真的那样做, 他就不是韩汉了。 在经历了一番折腾后, 他终于如愿以尝进入国内顶天的车队, 上海大众333车队。 2012年, 30岁的韩汉开始他的6号场地赛车, 和111号拉力赛车, 分别获得中国职业场地锦标赛和拉力赛的双料年度总冠军。 这个双料总冠军是中国唯一一个, 是韩汉用真金白银的实力得到的。 他的获奖记录不仅如此, 这些年, 他获得过7次年度车手冠军, 5次年度车手亚军, 甚至代表中国迎战德国舒马赫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, 也穿过人山人海,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, 瞬眼都飘散如烟。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,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答案。 朴树的平凡之路响起时, 会让一些听到的人, 看到自己人生中曾经勇敢无畏的年华。 那一篇, 韩汉为处女做电影《后悔无期选主》踢取, 亲自登门拜访他的偶像朴树。 正巧, 朴树在为新专辑写歌, 第一首歌放的就是《平凡之路》。 接下来, 两个性格都很内向害羞的人, 默默听了十几首歌曲, 韩汉还是决定选择第一首。 韩汉和朴树性格很像, 年少的叛逆坚持真我, 唯一不同是普出现在很坦然地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, 而韩汉却敢于融入这个, 他曾经觉得会把人轻视的世界。 正如韩汉在电影发布会上的发言一样, 我站在台上说钱的事情, 其实跟我的形象显得很违和, 在大家心目中, 我一直是一个翩翩少年, 提着一把大宝剑要去改变这个世界, 但是大宝剑难道不要钱吗? 曾经有人感慨, 韩汉怎么有那么多想法, 怎么敢做那么多事, 怎么就敢退学, 怎么就会在写作有起色时, 要去搞赛车, 要去拍电影。 其实, 韩汉就是敢, 像位战士一样, 他敢直言不讳, 敢追逐梦想, 也敢走出舒适区, 体验各种人生。 正是因为敢, 才完成了从作家到赛车手, 再到导演的华丽转变, 每次转变都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